來吧 Jacky 是 如果說到上來深圳賺吃 東門肯定其中一個最人氣的熱點 它又近, 又方便 是 如果你乘地鐵, 一號或三號線 在老街站下車, 走幾分鐘就到了 是, 我以前很喜歡東門 是 那時候買了什麼 四川花椒, 經母食材, 沙波彎餐 是 不過現在東門不同了 當然, 東門當然是打卡吃東西 你這麼喜歡跟食物打卡, 這裡就適合你 打得你暈倒也行 這裡有川越雙腦菜, 它有 廣報台特色美食, 它又有 是 你說到日韓朝食, 西餐巨肉也有 不怕你不適合你吃 最怕你不懂怎樣吃 不如這樣吧, 我們走個圈掃街 看看有什麼好吃 這樣也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個老朋友是地膽 他說附近有一家買了幾十型的豬腳店 豬腳店? 味道像天花板一樣 是 開十一點 十點多了 對, 遲了就沒有四點金吃了 快點… 吃青菜, 下聲吧 是 龍宮豬腳飯, 其實四點金是哪裡呢? 剛好是豬腳趾 是 夾住的位置, 是 就是這裡 其實是一二三四四條骨 我家吃的, 真是鎮腾腾的 我最喜歡吃豬腳, 燜到鎮腾腾的質感 是嗎? 這個真的很夠時間 燜到入味道的肉 難怪我們走深圳 街上都是龍宮豬腳飯 對 雖然街上都是 是 但這家是我的最出名 它真的很有水準 真的很好吃 我猜是龍宮豬腳飯 最近是燜豬腳中的天花瓣的特別 你看看 確定是 燜到你吃下去的時候 完全不覺得肥膩是膩的 肥不利 它好像是融化了一些膠質 對 皮和肥膩是融為一體的 對 而且很滑,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滑嗎? 我上網看的資料 燜的時候, 全塊豬皮放進去 連滷汁一起燜 所以燜得很膠、很軟 滷水汁裡面有豬皮 對… 讓豬皮的膠質走在滷水裡面 對… 很軟, 鬆化軟爛就是這樣 對 一夾就很難 潮州人用豬皮的蟹 用得出神入化 潮州的紅燒翅也是放豬皮的 那個翅燜完之後 又是十足十足的 你有什麼遺言, 快點說 你吃完, 黏著嘴巴 什麼都看不到 對… 還有吃這個豬腳飯 最重要是有酸菜, 它解膩 而且它不是像小的 老闆娘說, 我們習慣是一塊 配飯真是絕配 你說如果說到白飯神偷 這個才是黃島 好介紹一下, Vicky 是嗎? 身為半個潮州人 你猜吧, 除了豬腳之外 你還可以另外點豬耳 豬耳 豬舌 豬腸 粉腸才是厲害的 快點嘗嘗粉腸 好 這個真的不同 老得不僅入味 粉腸裡面的粉 對 出來的時候, 粉腸才是香的 粉腸多香 對 而且很軟 很軟 又軟又滑, 粉腸又香 對 難怪這麼多人喜歡吃在深圳 是嗎? 一街也是 很多香港人吃完這個飯後 一大袋…拿回香港 對, 其實深圳吃東西 不一定是商場高大上的店 街邊也可以吃到這麼美味的東西 是, 委屈你了 你就是吃了很貴的東西 不是的… 今天特地叫你在這裡蹲街邊 讓你習慣一下 一街也是好吃的 真的, 不得了 不得了 深圳好吃的, 誰知道東門一帶 是呀, 在車公廟附近 有個青年潮點叫十某地 一樣有很多好東西吃 對呀, 聽聞很多富二代喜歡來賺錢 所以, 這裡每晚都鳴車混雜 不過, 我和你來 沒理由是看車吧 Jacky 你知道我最喜歡吃火鍋嗎? 是 上來深圳, 無論如何都會做一間 煮一下煮一下 也好 對呀, 吃哪一間你決定吧 不過最重要是有好牛肉 你放心吧, 聽別人說 有一間很火鍋的 兩個網紅開 牛肉的新鮮度 黏著一點不掉下來 是嗎? 香港的明星也要過來打卡 什麼第一位沒有? 你說什麼就搞定了 有做事 走吧, 走吧 Vicky 是 你真的不要騙我 是嗎? 新鮮度得一塊… 黏著在板上 黏著在這裡 比你還黏著 是… 是否先吃一小吃吧? 是 我最期待的是這個荷粉 這個荷皮 像腸粉一樣 這是什麼汁 這是蒜蓉豉油汁 這是主要以河粉做主打的 先試一下吧? 像腸粉一樣 對 很用力, 用你的說話來講 很鮮韌, 很彈性 很鮮韌 很鮮韌 不, 米香也挺厲害的 對呀, 而且它真的很薄 它們的標準是1至1.5mm 又薄又不爛 對, 每一塊 你看看 厲害 這塊是否又是腸粉? 三鵝粉 三鵝粉? 我先嘗嘗 用炸的方法處理上粉 我真的第一次 是 我嘗嘗這個感覺是怎樣的 先嘗嘗 兩人都像貓條似的 貓條似的 剛才我剛才嘗嘗 貓條 很滑, 真的很滑 上粉就是米漿有辦法 有點硬, 又滑 我覺得如果有些豉油 軟飯也會比較好吃 我也覺得是 我們先嘗嘗這個 嘗嘗這個醬油 好吃嗎? 好很多 好吃, 跟我們一起吃 對 吃起來很推介 普通豆腐一定要嘗 這也是一間潮州店 做得很軟, 別辣 嘗嘗這些, 鹽水韭菜 是 皮很脆 豆腐很嫩 對, 像豆腐花一樣 很香, 豆味也很香 我們香港的豆味 是 小吃也可以 我們快要進攻牛肉了, 好嗎? 是呀, 好 這個是新鮮石盒, 加牛骨湯 湯底是 足夠了 牛骨, 先嚐嚐湯 嚐嚐湯, 好 對, 牛骨湯很重要 對, 牛骨湯, 麻煩你 來, 放進去 我將它吃一點 肥肥瘦心的雪花牛 依我如見認為 是, 吃火鍋, 你打架 吊籠 其實吊籠就是西冷 後面的肉眼 連著西冷的背部的肉, 對嗎? 它沒有雪花和肥牛 有這麼多油脂, 這裡的 就是瘦瘦的 你看, 這些只是瘦瘦的, 對嗎? 但是正好, 如果你將牛骨湯一起吃 這個組合就真的沒辦法 牛肉汁這麼新鮮 是每天現在馬上送來 每天8時就到 就立刻切成這樣, 這樣嗎? 所以鮮度才能達到這樣的標準 難怪它黏著 是 比你還黏著, 不掉下來 但你看, 現在這個, 終極的吃法 那你怎麼搶呢? 我還拿著這塊籤, 刺著它 這樣中間熟不熟嗎? 這些牛肉煮熟很快 是, 你不用管它 我不等你, 先吃到我這個 我這個肥牛 你急著就不用捲, 你就這樣 就這樣放進去 鮮度, 油脂甘香, 肉質鮮嫩 你看我們這個 對, 精炎精厚 你現在這樣弄得像磨牛一樣 你現在這樣弄得像磨牛一樣 放少許醬油 其實算是幸運, 還有一群人 是嗎? 是的 先試一下 牛胸油的油脂 放在稍微的吊籠裡 真的相得意象 有肉味, 有油脂香 是 我情中這個雪番牛的… 這個好像很行 是的 那我不客氣了 哇… 怎麼樣? 新鮮的油脂真的很不同 油脂很甘香 油脂真的會變化 不用怎麼吃 因為它很嫩, 是嗎? 這個真的很好吃 對, 很好吃 油脂的香味很濃 牛肚應該可以了 我先嘗嘗牛丸 我先嘗嘗牛肚的味道 我想像中很軟的味道 像爽爽爽爽爽爽爽的味道 這個真的… 神經病 那些油脂在牛丸的洞裡 大大小小的氣孔 在氣孔裡啃出來 這些也是手打聲的效果 對 是嗎? 是的 有很多汁 對 真的沒有介紹錯了 難怪香港有這麼多明星來打卡 我們算是嗎? 是 那算是, 我唱歌的 我知道, 你… 這間店舖受歡迎是有原因的 由三百尺到一千尺 我想想一下 老闆真厲害